是 有日子没在这下瓜吃饭 那是 师傅 来一下 我第一位给你们吃饭 顶吗 顶 这顶上面叫撒仁了 撒仁它就顶好了 你现在都啃草 别怕 好 你就这么胡嘴碰着我 这规矩啊 这得懂 实在没辙了 反过来 从这边 会了吗 没问题 这就得交给它 嘿 看着就好啊 哎呀 调麻酱里不搁净 就跟我添净了 我添净了 我添净了 是吗 你这碗搁搁我搁 不搁 就拿水调 师哥我净那边 得嘞 来 上去一会儿 净净吃 嗯 你对自己的不了解 对相声的不了解 嗯 对前途的一些想法 你得主动问 你要不问 我们俩就吃饭 没工程搭着你 哎 等等 问 问 问现在未必理你 还没上菜呢 我们现在有点迷茫 好 我不知道下一步 乖干嘛 吃饭呢 不是 工作 工作 嗯 你要找工作去了 不是 不是 下一步 你来个人是几年啊 7年 7年 对 你原来这么想 就是做给我自己来说 我应该有一技之长 最起码我要把这个行业做明白了 因为现在网上也好 家里也好 都不希望我走这条路 人说的对 别 你该干嘛干嘛去 我希望自己能 那是你的事 对 你跟我们说这个吧 这还没上菜呢 这还没来 谁会跟我跟你聊这个 嗯 我只是这样让我家里人对我认可 你们家里人 认为你干什么才能认可你 就是说你如果要干这行 你干到什么程度 你觉得你家人才能认可你 还真是 干到水面呢 一脑子这样子 还没想明白呢 你爱这行吗 你干这个 你得爱这个 这个才行 你要是喜欢他 你就一直在小艺场说上下 你都没 他跟名利没有关系 你要是没有这个心诚 你就别玩 对吧 你要说 非得大红大紫 我非得说成我师父这样 我给说像露了脸 就这种都不是正确的 有理想是好的 但是 你只有通过那条路 你才能 没准才能走到这 我举个例子 你看千大爷在桌子里边捧根 干了快半辈子了 你让他站在桌子外边来 他不干 他不是没有能力 你站外边说一段 有什么不能说的 他不干 别人可不理解 你看豆根子说捧根子 你们家这个了 如何如何了 好像吃亏的样子 你要没干过这行 你就不会了解 站在桌子里边那种幸福感 乐趣 哪个开心的 所以干咱们这行 你自个儿如果心态屡不正的话 得趁早干点别的去 而且现在 你这还 还没有什么样了 还无所谓 万一你有一天真红了 更大的风雨 更大的难受 都在后头等着你 不是的吗 就说今天秦小贤上网 看见网上有人骂你 你别扭不别扭 别扭 你看 太别扭了 那说明你潜意识里边认同他的话 只有当你真正强大 只有当你真正强大之后 说你好说你坏 你才能真正的不在意 今天在台上谁说 金手指给我的话 你会怎么想 我也想到后边有无数的 他是火了 他知道后边这个有很大的难度 前面这帮孩子指不定是多希望金手指给我 给我我有多大机会 我得火 好 德文社包括师傅这块给我很大力度的支持 但是你没尝过火了以后那个滋味 它其实还行 还有它的特点 它就是按咱说红的有点早 对 没等学会就红了 对 你这不算红 只不过就是 改成一个特殊的时期 对 火了 然后就有知名度了 也有一些个自己的观众了 对 你要说它红了吧 也对 但你要说 往严谨的时候去推敲呢也不对 对 没错 就这么一个很尴尬的状态 你要想突破这个 就不是很容易的事 就得往下揍东西了 比如说我跟你亲战 我们俩到九十 只要不糊涂 我们俩还能上台说相 但你如果说我们俩这 凭着我们俩这小脸蛋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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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玩儿它不严年呢 对 这时候就是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我听不出对错了 你这不叫听不出对错 你这叫不知道好歹 对 一样 这句话一样 你举例说明吧 什么叫听不出对错了 这有的时候挺迷糊的 就是听上一段老过 然后有时候听的这个人 这个人感觉 说的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但有的时候就说这是对的 我觉得这个不是啊 有时候我跟你大爷 我们俩挺像的 这没有包袱 我们俩乐了都不行了 有时候观众哈哈的乐 我们俩什么玩意儿 这有 对吗 所以这个东西很奇怪 那就说取决于人呢 取决于人的品味和能力 只能说你现在啊 说的还是糊涂像的 不知道好歹 我先问你一话 你不知道对错 你的每个和 为什么 有的跟高老师选 有的跟这时候跟那选 还是觉得人家那个响啊 对 我看过你那些小剧场视频 因为到最后的话 你就站在台上 跟观众胡聊天 也乐 观众也乐 你要让我看 那就 就 就得退票 是 就不叫人话 那你告诉我这是对 这是不对啊 我 我是觉得不对 因为 现在是捧着听 现在是对我 不是说台上电话多 或者有些瞎说的不对 那是因为你啊 正经的玩意儿还不会 光会胡说 我跟你亲俩 我们俩在台上说像 有的时候也没有对词 但是呢 就台上我们俩 我们俩 咱俩自我哄自我开心 但是观众也得觉得他那个票买的值 因为我们从小学一下我们学就是 一句一句 你一句我一句 我们拿着词这么说下来 因为我们经过了几十年 对啊 我们是熟练的掌握了这个技巧之后 我们才开始胡说的 我们先学说人话 我们掌握人话了 我们再胡说 你们是上来就胡说 真真正正的胡说 那就是胡说 到你这个问题上 其实最简单一点就是 你得学 你比如说 当初 德云社跟北京艺术职业学院联合办班 你是这个班毕业的学生 你这属于是上大课 但是你拍拍良心想一想 你正经的学相声是怎么学的 比如说咱们就从墨腕开始 小台盖上开始 三五句话 这个不值钱的玩意儿 咱们就从这来 小台盖 墨腕 口令子 包括 黄尾楼 风格湾 就这些东西 在老先生教我孩子的时候 都叫基础 为什么叫基础活 不是因为 他的技巧薄 是因为他技巧丰富 你学完这一个活以后 学完这一个段子里以后 他恨不得 百分之三四十的包袱类型 都在这个段子里展现了 所以他让你学这个活 他也会给你讲 包袱类型讲的更多一点 那么可能你百分之三十 那我有四块活 我这包袱类型基本 就能砸磁石 你能取一反三 取一反三 我上别的活去 不是说这活就幼稚 所以说咱们得正经的 开始学学下 明白了 还有就是 我走到我现在这一步 大家给我的要求是我想听新的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没学明白 就像是这回给的这些要求 我去写新活真是头大 如果说你的观众 因为你没有出新作品 而抛弃了你 就让他们去 世上没有任何一个艺人和演员 能被所有的观众所喜欢 不喜欢我跟你牵大也 也大有人在 那只能说遗憾了 我们在努力中 但是可能咱们缘分尽了 咱们就如同这开火锅店 我这个火锅就是辣 人家来吃来了 人家爱吃 是咱的主角 人家吃完之后太辣了 我吃不了 吃不了您吃别的去吧 您吃羊肉白菜那个火锅去 是吧 如果说希望你出新作品的 那些观众走了之后 其他的观众也走了 那么就是你的问题 对吧 咱们这行最重要的是 第一要了解相声 第二要了解自己 我能干什么 我不能干什么 别人告诉你 你这个相声都没有翻分头 你非得翻吗 在你的圈内你学 在你的圈外你得舍 我觉得你现在七年了 你应该自己知道自己 在哪儿舍哪儿不做 这个是你自己来哼的 不是师傅和任何人给你做决定的 这个就要说大理 大出道 他就知道我要舍哪块得哪块 这个孩子是有思想的 有头脑有定力的 我谢谢你啊 你别客气 你夸我这个 我徒弟 我儿子 来 少爷 我现在就认识到自己 就是可能有名气的 有点早 太早 这个好吧 回去把你血藏 血藏 有什么事 十年之后 他的实事给你掺出来 多了多酸了 有点压力吧 帕金森恢复得挺好 老爷子家一下就活了 那是 弄一轮椅 所以归根结底一句话 不能说糊涂像的 第二就是得有真能的 还有一个就是端正态度 你一定要了解你自己是怎么回事 你还要了解你接下来要干嘛 这个都很重要 比如说你接下来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把那个给我快一勺 哦 对 好 这孩子还行 行了 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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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嗯嗯嗯 放在这儿看会不会啊 放在这儿 好 好 位置还真准 太好了 你怎么知道了 我以为在放他那儿啊 行还行 还值得鼓励自己呢 嗯 你是沈阳的是吧 嗯 你们沈阳人比如说 三五五之女啊 坐了一会儿来杯啤酒 如果这串凉了你们怎么办 这加个热的 去吧 好了 当师傅容易嘛 得费多少话更多 你说你加热不得忘了 沈阳人吃串这么麻烦呢 还得说这么些话才听得懂啊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明白的 赶紧告诉我们 我跟你说糊涂了 你其实特别想跟乱哥使一场 那就是怕 怕不管用啊 你可以试试跟他使一场 你还不碰上了吗 对对 怕 使一场其实应该 你会长一块 对 挺好 小孩挺有人缘 长得不寒碜 对吧 而且现在 都管借助什么吧 哎 多少也有知名度了 再有点真能力 那就太棒了 对 我认为现在就差这个 骗不了一辈子 你说呢 像我跟你大 我们长那么顿的 我们都没这样想 啊 我们刚骗多长时间 吃饭吧 嘿嘿嘿 嘿嘿嘿 从明天开始 今天就算你生日了啊 我们俩轻易不跟别人吃饭 因为怕结账 我们俩吃过一回饭打起来 那错不了 谁结账啊 哈哈 没外人 你吃饱了吗 吃饱了 您的师哥 吃饱了 咱到这吧 可以 菜不倒了啊 一会还有别的相声演员 跟我们吃饭的 嗯 嗯